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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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一个部分环节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尤其是只是在马来西亚比较少提这一个方面 如果是在台湾中国 就是这样跟你们所说的 他们现在很提倡是成功的老年学 成功的老年学呢 就是要转化我们在活的成功 当我们踏入进入老年的时候 虽然你可能大家看到我还是很年轻 可是呢我也是有一个 就是到一个阶段 我也是会进入老年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在对我来说 我也是在学习着 我要怎么从现在年轻开始 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然后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可能未来我将会进入老年的阶段 然后在场的老爸老门 老爸老爸老爸老妈们 就是现在是还在 还在已经已经进入这一个了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很迟的部分 是已经是 我觉得是一个 只要你有心 你踏出去 心态是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 就在成功的老年学里面 当然我的经验里面呢 也有服务过就是在中学 自立中学 然后装辅导师兼老师之类这样 过后我觉得是要在服务不同的对象 想尝试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大学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呢目前为止都是在专注在大学生 所以算是我今天第一次跟老爸老妈们 爸爸妈妈们分享 算是第一次吧 可能在之前呢 我有跟一些的可能我熟成的 unty uncle们有分享之类这样 但如果是正式的话是比较少 比较少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有一些的可能 环节可能不太清楚的话 先请大家见谅之类这个部分 ok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当我已经介绍完了我自己的情况下 我是需要先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呢 同理性 其实当小薇老师他联络我们的时候呢 就问我们要给什么主题 其实我还在纠结 要给什么主题呢 因为是因为在心理学里面是一个很阔的主题 非常非常的阔 我要不断的调整 要怎么是选择一个专专就是special 是特别的一个课题 是让老爸老妈们又是比较容易明白 也但也不会太复杂 给你们知道 因为毕竟哦 有时候一瞬间要学到那么多的东西 脑的那个吸收力哦 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去消化一些课题的 所以当我在想的时候 刚刚有一天早上的时候 我去到早市 巴萨 人家讲的巴萨 OK 巴萨巴鸡之类这样 当我在买菜的时候呢 我就刚好就跟一个 阿姨在卖这菜这样子 而且他是老人 他是属于老人 他的年龄介于应该有七十多岁吧 七十多岁 八十多岁这样子 最近要八十 然后我就在跟他交谈中 但是我还在想着什么课题 需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就在想 我就在跟他交谈的时候 他有给我了一些小灵感 OK 他就告诉我 最近还有听到就是说 他的朋友 就是说因为在疫情吧 现在是瘟疫的情况下是 还蛮严重的 尤其是在雪兰的一周之类这样 相信也其他 因为之前是刚好 那时候其他周还没有爆发 雪兰的周是已经是开始 一直不断的加重那个 那个疫情之类这样 非常不乐观那时候 那时候就那个安迪就告诉我 他的一个朋友 也是同辈的 他觉得就是说 他的孩子们就 很不太谅解他 然后他想要出来 买一些的菜之类这样 因为想要出来偷偷疯之类 可是呢 家里的人是不认同 不要给他出来 而且是 做法是还蛮激烈的 激烈的这个意思是说呢 完全就是说 不给他拿家里的锁石 不给他出去 然后甚至发生了口角 甚至呢 就想因为 我这样比如说 爸爸妈妈们跟孩子们对话 如果你不要给我出去 就很像互相就埋怨 就吵架 口角很严重 当时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 好惊讶哦 就 当然这一般上 有时候是我们在家家 有本来念的经 一定是会发生的 可是 在这个疫情 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可以了解到 身为孩子们 如果是像我身为孩子的话 我其实还蛮担心 我妈妈的 因为我妈妈在 自己的家乡 我现在要在 别个周术工作 我其实也是蛮担心 他会不会出去买菜的时候 疫情不太好啊 毕竟年级上了年级的情况下 他们也是属于高风险群的 然后我就会担心 所以我当然听到这样 我觉得 身为家属 无论是 无论是 我是照顾他的 照顾者 或者是被照顾者 可能在场门 就是说爸爸妈妈们 是被照顾的那一位 或者是你们本身 还有在场门 可能还有 你们的爸爸妈妈 就是可能在更老的一些 可能你们也是照顾者 就是说有双重身份 无论是照顾者 或者是被照顾者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家庭的构架里面呢 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同理心的 因为同理心这个部分呢 是扮演非常非常的重要性 而且是让一个家庭的结构 家庭的结构 怎么去圆滑互动 怎么去让他们的整个 我们讲是 怎么说呢 我们叫做一个是细细相关 他走的那个 就是我们讲一个螺丝 跟一个东西这样插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少掉一个螺丝 都转得不行的 所以那个要怎么让他圆滑 润滑的走呢 同理心是具备要有一个的 同这个部分 当然我在准备这个过程中 也要感恩那一些 当我选择这主题的时候 我要非常在一个 巴萨里面的那个 阿姨给我一个灵感 我告诉你 虽然巴萨有的人会说 是一个很是非地理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是在我们这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社会辅导员的话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有时候 我跟他们活动的时候 交谈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可以 怎么说呢 拿到我的灵感 因为呢 我觉得是人吧 人是有人情味的 你可以从中他们分享 长辈们的分享 的东西呢 可以其实提供了我一些 我觉得 有人生的智慧在那一边 有人生的智慧 让我能够 我们年轻的一辈 能够学习到 一个不错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要 我就会放这个同理心 其实同理心啊 讲实话 当时我的同行们就有问我 同理心这个课题 其实是蛮难的耶 因为是一个很 你要行出来 是一个非常挑战度高的 我确实 我不可以否认 包括我自己 我们在这一行 我不能够说 高傲的说 我一定是很 专业的 我很专业 我可以掌握这个同理心 我不认为 我觉得我需要 全被我自己 我觉得 当我拿这个科系的 我都修读心理学 或者智商与辅导 我反而是给我一个 是需要 更加的去学习 在我人生里面 所以这一个 就是要让大家 知道的这个环节 所以呢 我要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同理心 那么重要 OK 这一边呢 我会搞 就像刚才我讲的 其实 无论是高龄者 可能在这 在场的 已经是可以 进入是比较高龄的 或者是可能是属于 像我爸爸妈妈这样 可能六十多岁 七十多岁之间的 或者是可能 更年轻的之类的 总之 或者是家属们 我身为家属 其实同理心 其实能够发挥 我们的心情稳定 让我们的心情 能够稳定的 其实我相信大家 我给你一个 一个情况 如果跟你的家人 吵架的时候 我相信 你的那一个 心情 你可以从你的心跳开始 或者是 还有你的思想开始 其实都会很乱的 然后心跳会是 跳比较快 因为当我们会有生气 生气的时候 我们的血 是需要 我们讲 就是说 要抽着 那个时候的血 因为 我们的脑 是需要 供应很多的地方 因为我们生气 我们的身体 就会启动 很紧的 很像发挥 紧 就是说 警告 需要准备 小心 所以当这样子 情况下 我们的身心灵 都会影响到的 OK 所以同理心 它是能够发挥 我们的同心情的力量 OK 如果在场的 你们是家庭照顾者 OK 我是可以透过同理心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同理 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的立场 而且如果你是被照顾的那一位 你也是要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我也需要同理我的家人的辛苦 就是我孩子照顾我的辛苦 因为这只有双方的情况下 不能一厢情愿的 感情里面肯定不能一厢情愿的 是肯定要双方的情况 OK 然后呢 这可能 为什么不能100%呢 因为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 OK 这或许可能能解决 可能让我们觉得 很像很困扰的那种纠结的情绪 哎呦 我要怎样啊 哎呦 哎呦 然后躺着睡觉的时候 一直会纠结之类这样 OK 所以同理心的重要性是在这个部分 好 那我要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同理心 因为毕竟有人听过 可是如果是听到同理心的话 可能有略知 或者是懂一些部分的意识是在哪 所以我要先让大家 就是先了解 同理心的意识是在哪里 第一个你可以是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了解 你要理解 跟回应 他人的独特的 那个经验的能力 因为我们老爸老妈们 OK 是有经过了不断的 就有很多人生经验 不一样的地方 OK 然后我们年轻一辈的 有时候并没有像老爸老爸们 甚至有那么多的经验 所以同理心是具备要有这个 要怎么去理解跟 回应他们独特的经验的能力 OK 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 你会从对方的立场出发 去感受他的内心的情绪的成分的意义 为什么呢 这个的意思是讲呢 你可以从站在的另外一个角度 站在他呢 是可以去了解他当时的想法 当时的情 的情绪 当时的 的的去 决定 而且当我们了解去看他的时候 我们是不带 任何的批评 这样就是批评他 你这个行为你这样决定就是 你很笨啊 你这样都不会啊 你这样犯啊 等等等等 但如果是真的是同理心 一个是有素质的同理心的话 是不会马上去 直接是 去怎么说呢 去批评他 他会先听 先听 先听他的情绪的意义 还有听他的那一个的 的内容 到底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还有第三个 当你听的时候 那一位人 当要同理一位 其他人的时候呢 我们的爸爸们呢 或者是我们要同理 我们的孩子们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要调整 我们的观点 我们要调整观点 因为呢 我们在听别人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习惯 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 或者是我们的过去经验 会教导我们 让我们吸收就是 我听这个 我们的脑子里面 就会自动化的 就会讲 这个人的行为 一定是这样 你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的 就算你心里没有 你口语没有说 可是我们心里 有很多OS的出来 就讲 怎么你会是这样子的呢 OK 所以你要学会 前调整那个 before你就是 去告诉 听别人的时候 你需要调整你的观点 而且你要学习 接纳别人的想法 所以这个才是 叫同理性 这个三个要素 你们可以记下来 是很重要的 简而言之 简单一点点 就是说 你要调整 你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不带任何的评价 先去聆听 观察 你的孩子们 或者是爸爸妈妈们 要跟你说的一些的内容 然后去了解他的想法 去了解他的心情 这个心情怎么 这事件怎么影响 他的心情跟想法 这就叫同理性 简而言之 因为说 如果太过深奥的话 我们需要消化一下 可能有时候 我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在进修的时候 我们老师也是跟我们讲 有一些深的 很深的一些的内容 我需要消化 所以我尽量把它 简化它 让大家知道 OK 这个是我在 在同理性里面 我是在一个网页里面 OK 他分享这位 这位辅导师的 分享智商心理学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所以觉得 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 如果你要表达同理性 其实有七大步骤 OK 那七大步骤是什么呢 我们先大概是 overall 就是总体的来看一下 OK 第一个 开放式的问题 开放式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是放慢脚步 你放心 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 大概跟大家说 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OK 然后第三个 别立即的下判断 然后第四个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身体的反应 然后第五个呢 了解过去 然后第六个呢 让故事的 缓缓的说出来 然后第七 就是设定界限 那我就从第一个先开始 其实在我们的辅导里面 专业里面 我们是常常被训练的时候 被train的时候 被训练的时候 要需要用多一点 开放式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在去理解 别人的时候呢 开放式的问题 是可以鼓励 让一个人 是没有被局限 或者是 那一个人可以自由 然后那就自由的 诉说他的故事 我把它形容成一个故事 就是生命的故事的意思 我不把它认为一个问题 因为当然 有不同的辅导员 他们拿的 相信的一些的理论 他们都会有 看待一些事情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本身呢 是觉得是 不要跑人本的 人本的情况下呢 不把一个问题 视为真的是一个问题 我会把它视成为 一个女人生的一个故事 一个是 你需要再调整的一些部分 大概是类似这样子啦 OK 开放式问题 所以呢 我先讲一下 开放式跟 其实有基本上 我们通常会知道的 我们辅导员 是通常被train的事情 是有两种的问法 OK 问问题 因为通常我们 在跟沟通的时候 跟我们家属沟通的时候 其实是有两个问题 OK 基本上其实一个 其中一个是 封闭式问题 一个是开放式 然后什么是封闭式呢 一般上我们都会常用到 比较少用到是 开放式 常用到是封闭式的问题 封闭式的问题呢 其实说 当我们问的 对方的问问题的时候呢 对方的答案 通常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 他的回答是简洁的 是是 还是不是 之类的 我拿一个 sample就讲 你今年几岁 他的问题可以跟你讲 我今年才20岁 30岁 40岁 之类的 然后就完了 你住在哪 我住在雪兰儿州 所以对方回答的问题呢 是简洁 是很短的 但是呢 如果你常用在一个 跟家属回应的时候 对应的时候 沟通的时候 如果你常用 封闭式的问题的情况下呢 其实啦 你问多这个问题的话 你感觉 如果换着你们角度 好像感觉是被审问这样 我是被犯人呢 如果你想 如果是警察啦 他们通常啦 他们是不会用 开放式的问题 因为他不要给你空间 去想任何的理由 OK 他只是会给你知道是 用封闭式的问题 你应该怎样 OK 你住在哪里 你有去过这边 你记得去哪里 这样子 如果我们跟孩子 沟通的时候 或者是 孩子们跟爸爸们 沟通的时候 你今天吃了吗 你今天在做什么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 问法封闭式的问题 其实我们被听人 我们被问的那一个对方啦 我会感觉 好像被冒犯这样子的 怎么你很像神问我这样 然后我们的情绪 跟我们的身体 会马上起反应 就会说 很有保护机制的 就会说 干嘛你一直这样子问我 很像感觉不幸问我 这样子 OK 这是一个例子这样子 所以封闭式 在一个同理心里面 其实是会有杀伤力的 你要同理一个人 尽量不要用太多封闭式问题 封闭式的问题 它的用处是在于 你要得到确定 明确 或者是明确的答案 所以你才用 封闭式的问题 如果是在英文叫 close-ended questions OK 但中文我应该是 我尽量去找啊 因为马来西亚好像没有一个 可能我因为我背景 你是在学英文的状态 我要去找这个中文 我想尽办法去看台湾的一些的翻译 他们就用这个方式 OK 所以开放式的问题呢 是说 他其实是鼓励你 就是说 你问的问法呢 其实是需要对方是提供更详细的说明 就是说给他空间 但又不会让他感觉是被审问的感觉 而且当你用开放式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在具备有一个条 心态的事 准备你的心态 就是你要展现你的好奇 你对对方的好奇 发生什么事啦 OK 然后而且这个开放式的问题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 想要控制对方的想法 OK 或者是 透过这个开放式 你可以让对方去说 或者是 让他们更有空间 自由性的去说更多 然后你也不会很像讲 哎呦 我不懂要问什么 问孩子了 好像感觉我跟我孩子很难沟通 不懂 如果你用多开放式的话 有时候 你只是问一些些 你的孩子就会跟你讲 故事 如果讲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拿一个例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问你的孩子 开放式的问题 可能你的孩子会讲 哦 其实哦 刚才我在office哦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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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遇到一个 怎样怎样怎样 最近哦 可能要我的 我的同事呢 又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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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一样 如果你用封闭式的问题的情况下 哎 你的你的office是不是 最近可能需要work from home 他的回答肯定是 是 肯定实在是work from home 但如果你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问的话 开放式的问题的话 而且你是展现好奇的心态的话 他感觉会被尊重 如果患者是你 如果你的孩子是用开放式的问题的话 你也是会很开心 去谈 有时候可能孩子就讲 不要不要了 够了够了 不要再说了 可能不要再啰嗦了 之类一样 可能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图是我在网上找的 这是简单明了的 就是让大家理解的 封闭性的问题 你开心吗 你的答案是 是还是不是 你肚子饿吗 没有啦 还好啦 之类一样 你的回答肯定是这样 要这个吗 你就讲 不要 要 之类一样 你想要这个吗 还好啦 可能是要啦 之类一样 OK 如果开放式的问题 你的心情是怎样啊 肚子感觉是如何啊 你可能会形容 我的肚子今天 好像是有一点空空的感觉 等等等等 之类一样 或者是 你想要哪一个啊 我想要这一个 但是这个又是怎样 怎样 你会发现 他的回答问题 是比较阔的 长的 你会有更多机会 去了解对方的想法 对方的心情跟感受 为什么要这一个啊 说一下 这个是简单的版本 我再做举例 一个例如 可能这几个 sample给大家看 OK 你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想法啊 鼓励 当然我觉得 你突然间要学习这个的话 你的孩子们 或者是 你的 可能孩子们 对父母亲突然间 这样子 就会感觉很 下刀的 因为一般上 我们东方文化 是很少用 这个方式 很爱用 封闭式的问题 可能会很奇怪 可能会尴尬 但是如果你常用的话 你学习 常常practice的话 你是他出那地步 愿意尝试的话 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 OK 或者是你会担心 烦恼是什么事啊 你都怎么克服这个困扰 跟这个问题啊 其实你在这次住院的话 其实你对医院的各种服务 你有什么看法 你会发现到 他的这个问题 问法的话 其实是很阔的 领域是很阔的 回答是很阔的 我相信可能讲 可能有一些 可能我再有听到 还蛮多的 就是可能 包括自己亲身体验吧 可能我的公公 差不多整90多岁了 他拒绝 他拒绝去打疫苗 OK 他拒绝去打疫苗 然后我们 如果我们一般上 我们身为后辈们 通常会讲 你不要去打 打这可以保护你的 我们很快就起反应 这样子了 就很像感觉责怪的语气 我们反而甚至要用 另外一个方式 开放式的问题 就想 带着好奇心 去了解我们的 前辈们 我们的长辈们 就讲 阿公啊 其实 你对这个 你可以告诉我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感觉 你的看法 对这个打针的这个东西 你鼓励他说 他可能会从中 跟你讲他的担心 因为毕竟 现在看很多新闻嘛 有时候从 从各种的资源的方面 新闻啊 报章啊 等等啊 都讲 打疫苗都有副作用啊 等等等等 他们难免都会担心的 我们包括我们年轻的一辈 有时候我也蠻难 蠻担心的 如果打了针这个情况下 会有一些的副作用吗 更快我们年轻的 现在资讯发达吧 资讯发达 有的是 资讯是 真正假假 假假正正 不知道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资讯太过 泛滥的时候 也有假的新闻 也蛮多的 所以我们很充测 就是被这种的影响 也会影响我们的焦虑 从中了解他 为什么不打 之类的 从中在鼓励他 诶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打啊 等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就是 开放式的问题 好 第二个 我们要放慢脚步 OK 当我们的时候 很像当我们是 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 OK 不论是照顾者 或者是被照顾者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是被激怒 被一些的话 被一些的话 尤其是我们当 我们常常爱用一些的指责 指责我们的 我们的亲人 怎么你这样子的 怎么你这么这么这么这样子 说你这样子的 让我们讨厌 这样子这么多一样 所以我们听到了肯定 我们很快就有保护意识 我们的身体 就会跟我们大脑 就会下命令给我们身体 好 我们要准备 要反抗了 然后 我们就会就 很快的就会解决 解决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理性的 去聆听孩子的焦虑 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的焦虑的点是在里 而且这个会影响到 我们对父母亲 或者是孩子们的 同理性的了解的 这个部分环节 所以他会鼓励你 放慢角度 脚步这个部分 OK 就是你需要冷静下来 现在刚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 你要学习 practice 就是可能我在 明生老师之前 好像有 有分享了 或者是接下来的 一些的课堂里面 会有分享到一些 可能会在场 你们曾经有发现 有上过一些的 正练的 正练的课程之类这样 要怎么去 察觉 觉察着我们的身体 可能比如说 我要升级的时候 我会感觉 我的身体 就是变化 就比如说 我的颈尖这一边 颈跟 肩膀的这一边 会比较紧绷 然后我就开始 我会感觉到 我的心跳 会疼 会加速了 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感觉到 就是这个字 需要冷静下来 要不然的话 我们会的注意力 会被打散 然后我们会被 不理智的想法 情绪控制了 反而会被 负面的情绪控制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 去听孩子讲什么话 或者是我们父亲 讲什么话 然后我们就会 一直吵架 之类的 所以你要停下来 放慢脚步 等一下我会跟 分享大家 比如说 你看放慢脚步的 这一个情况下 你们可以用 stop这个环节 stop 每一个alphabet 都有不一样的意思 s的情况下呢 是讲停下来 当你发现到 你的身体是紧绷 或者你这样 感觉你要生气 你一定每一个的生气 会有不同的方式 OK 比如说我的是这样子 我就需要 停下来先 因为我感觉 我没有办法理清的 去听我的孩子 在讲什么 或者是我爸爸妈妈 在讲什么东西 我要先停下来 OK 然后T T是take a brief 就是深呼吸 可能深呼吸三下 OK 吸进去是用鼻子 然后停着一下 给那个空气 I mean oxygen 就是氧气 在你的头脑里面 在循环一下 停一下 然后呼出来 是用举巴的情况下 呼出来 当我们觉得 我们的心跳 因为当你停的意思 停就是感觉 好像你的周围 很像停止这样子 你是要调整 你的呼吸线 当你呼吸感觉 比较平稳的时候 O observe 观察 因为你怕 你的专注力 会被那种 很多东西 很乱 因为没有办法 想清楚 O observe的话 你就会可以想 想环境的那些的 可能选择 observe三个 观察三个声音 可能我在 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在调整呼吸的时候 可能会讲 收集了 可能讲 有车的声音 有风扇的声音 有冷气的声音 等等 OK 当你觉得 OK 还蛮冷静 过后 你才start 就是 P那个 OK 你就是重新 再开始过 然后再重新 去对话 你会发现到 是不一样的 当然 讲是容易 因为呢 在于这个东西呢 它是需要不断的 练习的 需要不断 可能一些 对于佛教徒来说 可能他们有习惯性的打坐 可能第一次打坐的时候 是不容易的 OK 可能过后 接下来他学习了 慢慢的 他就会进入状态了 可能第一次打坐的时候 直接有靠我朋友 OK 他在打坐的时候 他坐坐下 会感觉脚痛啊 不舒服啊 之外这样 可是久了 就学习OK 所以我们身体 很奇怪的 你要练习 成为一个 一个habit 就是一个习惯 其实要练习三次 或三次以上 你才会身体 会习惯他 所以这个就是放慢脚步 给你们知道 OK 然后第三个 别立即下断 下判断 因为我相信 每一个人 都是会有一个 可能很快 很快就有一个 主观 就讲 可能我认为 我爸爸妈妈 是一个很 哎呀 老骨板的 神石板的 跟他讲话 讲不听的 很固执的 很难改变的 或者是 我们身为父母 我们会认为 孩子们就是 我了解你 我比你更了解你 自己 了解你啊 我或者是 我比你更了解 我自己 等等 之类的 你会发现到 在一般上沟通 如果你真的有发现到 咦 有似曾相似 我每次都都有用到 所以当如果 在一个 在你一直循环 这个方式的时候呢 同理性是会被受影响的 你没有办法去听 你没有办法去听 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在于 如果你看那些的 听 当然简体是不一样 如果你在繁体 你去看那个听 耳朵跟心是一起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 中文的文字里面 是有一个奥妙的点 是在那个部分 还有你的思考模式 所以当你要发现 这样你需要修改 你要提升 就是这方面的思考模式呢 你是要改变的 你要转化他 诶 你去讲 我很快就讲 你是石板的 我爸爸妈妈石板的 很像我的感觉 chop咬他 我爸妈是石板的 OK 或者是我吃 原的 多过你吃米之类 他们把他这种话之类讲 你可能可以放在一边 我先听 到底在会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观察 这一个部分 所以你要转化你的思维 好 接下来第四个的 就是说 注意你的身体的反应 因为像我刚才讲的 当我们的 或者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或者是在要同里 听你的 你的对方在说话的时候 要注意我们的身体的表情 肢体语言 因为呢 一个微笑 或者是可能不耐烦的 手势表情啊 之类这样 其实是一个很破坏力的 尤其是在一个人 比较脆弱的情况 这也是在我们辅导里面呢 通常我们要怎么建立一个好的第一个印象 我们先要注意我们的表情 我们的身体语言 可能聆听的时候 可能我们坐直的方式 可能会有向前一点点去聆听 而不是选择做到很像感觉 是显示 可能讲啊 你讲啊 你讲啊 可是我的头 是像眼睛眼神 看别边这样 是这个有时候会让人家感觉 你是没有专心他听的 所以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 你要去建立一个东西 要注意我们的身体的反应 OK 然后呢 你要了解过去 OK 你人与人之间的 这些冲突跟情绪 如果啦 这么快起冲突一些 或者是刚才我之前讲的一些的 可能偏见之类这样啊 等等 有时候是连接到我们过去的一些的经验 过去的经验 可能爸爸妈妈们 你们曾经的一些经验 可能会比较是痛苦之类这样 可能我们后辈们是 比较舒服一些 可能对一些观念想法之类这样 可能你有曾经有很难过 很难跨过的一些东西 可能很像我们讲的 unfinished business 可能是讲 可能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部分 可能影响我们怎么看法 然后就让我们感觉是不太了解后辈的想法 所以就有很多冲突 有时候这些的来源 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让你感觉被蒙蔽了 你看不到自己 因为我们会武装自己 我们会武装自己 不看过去的事情 因为可能不去正视他 不去处理他 可能他一直拖拖拖 拖到可能你影响到你跟孩子的亲子关系 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 觉察你之前是有一些的冲突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同理别人 因为呢 我讲一个讲实话 同理心也是一个怎么讲 自我的慈悲 很像自我同理的意思 英文叫self compassion 是讲 你在要同理之前 同理别人之前 你需要同理你自己先 认为你要同理自己 先了解自己的这个部分 因为呢 你有能力了解到自己 你才能够发挥你的爱出去 你的同理心 就好像如果在基督徒里面 讲者是要爱自己 然后在爱于能力 那个去爱别人的这个部分 就会当爱子这个环节 OK 然后呢 第六的是说故事 让故事说出来 OK 这个说故事出来呢 我们身为孩子们 不然是家庭照顾者 或者是被照顾者的时候 我们要提供一个空间给对方 让他鼓励他说出来去聆听 好像比如说 可能我在我跟我阿公 谈话的时候呢 可能我的姑姑们 或者是阿姨们 孩子们 有时候不太花很耐心的时间 去听他们老人家 为什么的想法是怎样啊 之类这样 所以我都会用耐心的坐下来 去听 不评价 我先提供空间给他 因为在同理过程呢 其实我们可以让他的生命 我们可以发现到 可能我们可以用很好奇的 然后会很满欣赏 他的这些挫折伤害 然后又会发现到 他的亮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在于 很像我个人的一些的个案 我这些个案的时候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瞬间 正能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毕竟他是生命的主人 但同理的过程中 对方我的个案会感觉到 我是跟他一起 真的是了解他 让他感觉 我的 他感觉到是很温馨的 而且当你聆听的时候 你伸出你的援手的时候 在跟他一起 跟我们家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神队友 而不是猪队友 我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个词汇吗 应该可能有 可能没有 神队友的时候是让他是可以 让我们互相成长 猪队友是常常成为绊脚石的 所以这个 然后能提供空间 让他们说故事出来 还有最后一个的就是 你要设定界限 因为这个界限呢 我们在尤其是家庭里面啊 我们会有那种是 傻傻分不清楚 要是说理不清的那种的关系 可能我尤其是在于 看到很多一些的 一些的 我们家人常常就会觉得 理所当然 OK 我觉得你应该要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有时候 可能在过程中 有带着很多 很像 质责 哦 我没有做到这样 是因为怎样 怎样 或者是我觉得 我一定要做到完为止 或者是可能在 相信大家 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孙女啊 之类这样啊 可能讲 或者是以前你在 可能要很八卦 要想要去抄 有一些我听过 可能 社会父母可能要去抄 孩子的一些的 书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去偷看啊 这是没有隐私了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照顾人的时候 在照顾者 或者是 被照顾者 被照顾的那一位 有时候我们需要给 一些小小的界限 一个小小的空间 OK 给他 去 怎么讲 不被感觉 很像窒息的感觉 很多最舒服的界限呢 通常是我们有给家人 一点的空间 你会发现 如果一个家庭 出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到 我们很像打一个绳子 这样啊 当我们越不给空间的时候 我们的绳子 越打一个结的时候 越拉越紧 越拉越紧 拉到最紧绷的时候 就会吵架 可能就会很多 家庭问题出现 双方都两败的聚散 所以给一些 小小界限 对方 或者是可能讲 照顾的一些的 的人的时候 可能讲 我要一定要照顾 我父母到这样子 可能有时候会很累 我相信就是 有时候家庭 照顾者是一个 最累的部分 当然不代表是 被照顾的那一个人 不累 因为他们也是痛苦着 他也是有生病啊 生病或者是 身体上的不舒服 之类这样 所以你要给 大家的互相缓冲空间 而不埋怨大家 之类这样 OK 所以 这一个部分 简单也是的 所以在跟孩子啊 跟家人的沟通的时候 要同理性的情况下 简而言之呢 你的语言跟情感 是要一致的 一致就是说 我想跟我行过 讲的是一样的 而且是带着爱 跟关怀 跟体恤 还有坦诚的态度 我的坦诚 不想像讲 是指着别人的意思 指着孩子的意思 坦诚就是 你会告诉他 你的忧虑跟困扰 OK 但也不会让对方难堪 我让大家看到这一个 可能我从取之于 青草全人发展中心的一个 荣正行为博士 我的老师之类的 我们今天上课之类这样 OK 这一个在沙提尔 沙提尔的这个部分 相信有些人 曾经有上过这个环节 OK 我跟家人 还有情境 你看 我是可以明白 我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界限 跟维护自己 了解自己 但呢 我不是自私哦 我还是会明白 对方尊重他的界限 我会努力让对方也明白我 所以一起去克服 就是重视对方的环境 一起去邀请对方 去处理一些事件 所以这个环节 其实这个 为什么用一个圈呢 我个人圈是我们华人嘛 喜欢用圆的意思 圆的意思是用圆华 跟家人的关系 是圆华的意思 顺利就在沟通方面 虽然有一些的不一样 意见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可以互相尊重的 尤其是我们在 这个中华文化里面 家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有时候之前看到一个家 关系是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不像西方人这样子 可能不一样 可是当我们呢 跟家人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是用一个圆 圆圈来代表我家人 还有情境 处理的事情 好 so总结的就是 呃 第一的就是简单 就是你要专注 ok 就是你眼神 当你在听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 眼神啊 面对面啊 倾听这个要部分 要注意 肢体语言 还有你要提供温暖 就是你用你的口语 跟非口语的语气 来关系 而且语调很重要哦 语调呢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会让人家误会 如果我们声音就很大了啦 哎 怎样怎样怎样之类这样 你会发现到哦 其实会让人家误会 哇 你这么会吓到 哎 你到底是真的是在听完 所以我们在 个案辅导的时候 我们声调会调的 有上有下 当然我们会开心 有时候会跟我们个案 是笑 是是是像 我们声音会很 很很高之类像 笑到很开心 会甚至正常的 所以会有高高低低 还有接纳 不评价对方 最重要是你要给对方的安全感 让他感觉 知道这心轻松 跟关怀他 ok 还有真诚 你想的跟你讲的 这些态度是真的很重要 还有尊重 不要太过快的评价 强逼对方 你一定要接受 我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子是对的 你听妈妈讲 这个是对的 你听我讲 这是对的 这个其实是 已经是不太 不太对方空间 去了解对方 还有第六个 支持 支持对方 就是要降低一些的焦虑 焦虑其实让我们 是没有安全感 然后感觉就是 坐立不安 容易起口角 这个就是这个环节 好 那我到这一边为止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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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